轻轻一逼在结账柜台前不用手忙搅乱 从通勤、吃饭接到网购 逼经济渗透日常生活 尤其LitePay小带着1270万用户 大举从新贵转上市 日前公开申购更是吸引超过15万人登记 冻结744亿资金刷新今年新高纪录 现在我们在分析数量分析 有很多评测的评测 评测的结果是 同事长对这家公司很有信心 而中签的投资人也满心期待 能现赚超过8万块钱 但一开盘 行动支付业者LitePay 5号是以510元开出之后一度小涨 但随后贝压出笼跌了超过8% 最低来到465元 等于中签的投资人现赔超过4.3万块钱 LitePay他在新贵期间股价已经从550元涨到了接近600元 所以有部分投资人是在新贵期间就已经先买进来放 但他成本比较低 就是希望说挂牌上去之后我们先获利一趟 进入12月天不止LitePay抢在年底前转上市 荣惠KY新喜创业也在月初先后登陆新贵创新版 另外高坚一财厂邦锐紧追在后 而导运光电军工概念股 JPPKY近期挂牌抽签热度也很高 这一次我们的法规上的改变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基本上跟一版本几乎是一模一样 它只是到现在为止 可能没有当冲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素而已 就有这个一二十倍的这样子的一个流动量的一个成长 今年以来不少新创公司纷纷跨落创新版式水温 为了政政所也将放宽创新版交易限制 改善流动性也让投资人有更多选择 三宣陈世首的副词台北报导